来看到这个周末天气非常的不错 虽然清晨的时候空旷地区还是出现了10度左右的低温 但是白天开始有阳光出来 高温回升到了22到24度 各地都是晴朗天气 而东半部则是云量比较多 未来三天都会是这样的稳定天气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受到今年首度的台湾台风杜鹃影响 外围水气影响下降雨的几率还会再提高 而外界也希望这个春台能够帮助南台湾的水晴告急